我们的族人都累了 也是跑了几十趟台北 希望法官在这个街骨眼 是希望尊重我们的潜力 一句族人都累了 道径争论四年多的 Gadadibu之本光电案族人的新生 2020年Gadadibu部落及拉汉 针对经济部核发电业筹设许可 给胜利能源公司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撤销诉讼 仍持续进行 5号下午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举行言辞辩论 Gadadibu部落诉讼代理人主张 资本光电开发案部落会议 决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 现在现行諮商办法 家户清测的基准日的问题 到这个家户代表制 然后甚至原民会自己创设的委托投票 这些我们都期待法院能够去宣告 这些资商办法的问题是不合法的 甚至是违宪的 然后不应该适用 而这次言辞辩论的真点之一 同时也是庭上法官不断提出的疑问 在取得部落资商办法同一时 原住民家户清测 是否是以部落会议前10天为申请日来缴交 有关在地族人投票表决的结果 而且从相关的他们自己的文件当中也指出 其实申请日之后他们制作家户清测之后 还去做很多次的变动 比如说已经要投票前一个月前才搬出去了 他就不论他的投票权 但是这显然就不是以申请日当初那个10点 作为基准日 而庭中胜利能源公司诉讼代理人李建飞律师表示 一切程序都是按照主管机关 以及现行的资商办法来办理 表示部落资商同一的程序 并无违法瑕疵情形出现 禅宋多时在该大这一部资本光电开发案 是否能让族人放下心中多年大石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庭长高玉杰才是 将在九月八号上午进行宣判 加油 有些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